由于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 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 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近年来日方大幅调整安保政策 逐年增加防卫预算 不断地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 不能不让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对日本是否真心坚持专守防卫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产生强烈质疑 我们敦促日方 切实尊重周边邻国的安全关切 深刻反省 亲爱历史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以免进一步失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